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周琳 三 二 回家吃饭 专菜大师 兰明录做客回家吃饭 好像这个是牡丹花一样 手把手教您做好大师级的拱绑虾球 非常地漂亮 荣誉的果香 设置了红味 外送的一道 灰菜大师 黄碧桂 带来京变菜 红烧滑水 这下来了 漂亮 细入味又很细入很滑嫩 学会大师 筋排菜 让您加餐桌大放益菜 太香了 真的很棒 这鱼味真的好好吃 这大师金排菜啊 它也是家常的 所以呢 我们每次啊 都会请来我们的偷铁团成员 老大师 来来来来来 给您倒点茶 我的这点小手艺呢 上不到大雅之旁 也想在逢年过节的时候 给家里做一座丰盛的这个宴席 所以呢今天知道您来了 我赶紧跑过来了 是一定要给您学一学 今天这真是来着了 不仅能录节目啊 和大家互动一下 还能学两道菜回去 是不是 这是最关键的 而且我们学的这个感动 别人都学的时候感动 是跟大师级别 两位大师很有主任 这个我是带着问题来 我是看餐厅的 金排大师菜的系列 我经常看 怎么样今天向两位大师 来请教 好吧 今天呢我们有请的 这两位大师厉害了 他们在各地的美食上面啊 都独占一方 尤其是啊 这俩这儿先不能跟您说 我们先请这两位大师上掌 让他们自我介绍一下 来有请我们的大师 哎呀 两位大师请 呀 蓝大师好 谢谢你 黄大师好 黄大师好 大家好 我是中国破仁大师 南明路 是一名地地老道的史传人 我是中国破仁大师 黄碧桂 我来自安徽武虎 我13岁多 就跟父亲在一起学习 也打下了扎实的传材基本功 我14岁正式入这一行 对我这一生致命 影响我最大的 是我的恩师 石正亮先生 我从18岁开始做厨师 一直到现在 做了40多年 一直奉扎在一县 我现在做的工作 就希望把我们 传统一些传采 在外面做一些交流 我今天带来的这个 这个红包虾球 是在传统的红包鸡丁上 做了一个改变和创新 要算我最拉手的食材 那肯定是虚 今天啊 我给大家带来一道 精灵的灰菜 红烧花水 这样大家在家里面 也能制作出 安徽的名菜 红烧花水 那今天呢 两位都要做一点这个 地方菜 来露一口 而且能让我们 回家吃饭的观众啊 关键是能跟您 这种大吃鸡的人物 学会 是不是 好的 我先来吧 好 蓝老师先来 可以 太棒了 谢谢 谢谢 我先介绍一下 我带来的是一道 龚保虾球 龚保虾球 是蓝名鹿大师的 自创菜品 源于巴蜀名菜 龚保鸡丁 为了更好的体现 川菜精髓 丰富川菜口味 蓝大师经过 三十余次的改进 在保留了龚保鸡丁 传统味型的基础之上 将龚保虾球 弹牙的口感 与川菜的胡腊力之味 搭配得相得益彰 成为了如今 惊艳八方的大师菜 那您先跟我们说说 今天咱选了一虾 像我今天选的是这个 青虾 也可以选大一点的 鸡尾虾 白鸡虾 猪鸡虾只是 肉质要脆一点 不要让它出来之后 又肉发硬 或者是发软 发绵 就不可 全虾的个头要大一点 而且这个肉质要脆的 您看看这个个头 真的是差不多 要撑折了 差不多快十公斤 我们是搏了颗 之后差不多 十二到十四个 就已经 我现在开始 就改这个虾 好 我把这个虾 开两刀 为什么要开两刀了呢 等我说 我从中间一开一刀 它容易就翻成一个 像半圆形 我要是开两刀的话 它这个虾出来之后 它容易成这个花形 有点像这个 是小牡丹花一样 一刀下来你看 我虾尾就开得很浅 虾到上面虾身这个地方 我开得很深 目的就是让它 入味是均匀的 受火是均匀的 你看我基本上 就是从虾的虾背的中线 一刀在上 一刀在下 明白 我们再开刀 以中线为这个区分 对 这样它翻出来 会更像花 对 闻大师 您在这个切这个虾球料的时候 我们也学会了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疑问 我替我们的陶铁团问 就是 为什么做这个公保虾球 这道菜 是我师父 石子梁先生 他生前在的时候 他就一直出去交流表演 他也在做这道菜 然后师父一个朋友 他提出了这个要求 就用这个虾 来做了一道公保虾球 但是当时没有用到 这么好的虾 师父的做法 也完全是按照 传统的公保基督的 烹饰流程 在做这道菜 一烹饰 虾的这种荔枝味 也很浓郁 也很香 当时这个虾的脆度不够了 虾本身的这种质感 是挺爽挺的 所以说当我跟师父 学了这道菜之后 这几年也不断地在改进 很多次之后 就把虾完成了 像今天这种烹饪手法 我觉得蓝大师 刚才眼睛里含着泪水 在跟我们说的这道话 师父当年教他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点点的 小的遗憾 当时的口感没有特别的完美 但是经过蓝大师 这几年一直都在希望 把师父这道菜做得更漂亮 对 口感和口味达到一个更佳的状态 对 所以看似简单的 那么一个公保虾球 实际上是两代川菜大师 这一种传承 我现在要把虾腌起来 上个胃 对 上个胃 尿酒 一勺盐 一点点就够了 现在虾已经在腌了 那我开始这个很重要了 这个汁就一定是要按照这个标准来 所以现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这个蓝大师要给我们调的 就是著名的这个酥饱汁 尖割的是胡椒粉 盐 这个糖就一定要多了 三勺糖 糖一下变成三勺 醋 这醋是不是有酱 比如说在四川 一定要用当地的醋 醋给了四少 我的醋是用了保龄醋 为什么要用保龄醋呢 它的颜色不会很深 再一个它的姜香味比较浓 它的粗度只有六度 最早的师傅们做这个菜 就是用这个醋 所以说我们传承下来也是用这个醋 因为我们在四川馆子 甚至火锅店吃的时候 人拿出来的醋就是保龄 对 酱油 撩酒 香油 我真的要对生粉要给一点水 那蓝大师 我看您这个酱油颜色 跟我们平时用的酱油颜色不一样 很红 很红 对 因为这个酱油 我一定要把它调一下 放这个黄芝芝和这个红芝芝 去给它蒸水 但是这个去蒸水 在家里千万不要蒸久了 你在家里掌握不准的话 蒸久了它会发苦 你基本上就用水去泡一下 就可以用了 因为公保虾球这道菜 呈现上来都是颜色特别的红 而不是那种酱油的死黑色 好了 火到碗芝也对好了 我现在就是开始给它上粉 看这样的 你看我这个粉 我用了一半的生粉 一半的面粉 如果我全部用面粉的话 它炸出来的虾这个颗就会很硬 全部用生粉的话 我把它炸出来的虾 一下过去一收汁的话 它快速就会变软 变得很黏糊 我们知道生粉是什么 我们那边粉粘粉 也就是我们的饭团 有无数个问题 现在两个溜都想了 生粉指的是哪个种淀粉 就是土豆淀粉 红薯淀粉 玉米淀粉等等 到底是哪一种 我现在也不知道 土豆淀粉 好了 我的问题 就是有的那个油炸 它不仅是生粉淀粉 还要放点鸡蛋液 不不不 这个不能放鸡蛋液 好 我现在就烧油 因为油要提前烧到热一点 虾的差不多也 盐的有是七八分钟 现在就开始要配这个粉了 配这个粉很关键 就是说你把它配到均匀一点 这样蘸粉的目的 是让它 一是表克起一层脆脆的这个皮 第二是要锁住虾里面的一些水分 让虾保持着它的爽挺度 快速力了 对 而且这样受热也均匀 受热均匀 好 这油温多少下锅可 刚开始 六层的180多度 老师我请教一个问题 你像一般在家庭做 他一般都不知道几层几层 这个油温怎么涩呢 对 你放下去之后 你看它快速就能起大炮 温度基本上够了 放下去之后半天不起炮 温度太低了 我这个炮够了 特别合适 好 这块总结一下 油温要到六层 大概一层30度左右 180度 下里头迅速起大炮 蓝大师呢 迅速的溜着边 把这个虾球啊 逐个放进去 这个炮的时间很快 也不要胖 一越胖 它可能把你给烧走了 好了 这时间我要把它起来了 虾它速得快 不宜在锅里面再炸 我这时间就没关火 让它一直在烧 伸到七层 然后再进行其扶炸 你看 你这些 开始 你六层略微高一点 七层 觉得这泡就更大 声音也要更脆 你基本上能听得出 你的虾里面的水分 走到什么样了 你如果都感觉到 没有声音上了 那完蛋了 水分全都干掉了 好了 我给一点油 你看 它比较少 好 放入花椒跟辣椒 对 迅速放入这个 葱段姜片和蒜片 来 好 淋汁 淋汁 我把那汁给您都调好 先放入 这点糖全部要倒干净 对 这个很关键了 不要去嚼它 因为我把干辣椒干花椒 完全姜葱爆出来香味之后 这个动作很重要 你看 好 放入虾条 放入炸过的花生米 迅速翻炒 漂亮 哇 上色了 这颜色非常的漂亮 而且紧张放现 一定要给一点油 之后 给一点油 我们来拍不断地说 要搁点明油 对 更亮 这时间在锅里面 不要待久了 起来 你看 你看 非常的漂亮 一定要包出这个中火色 这个汁里面 你能够闻出水果的味道 果香 就像有人剥开了蜜汁 在旁边它在这 一眼口水了 一丢月了 尝尝我们再细料这个菜 好嘞 这个菜要趁热 好 川菜讲明人蓝大师 做出来的公保虾球 这就好了 趁热吃 我赶快给你们送过来 好嘞 谢谢小米哥 来来来 来 蓝大师亲自给你 其实这里面 有点三分一下 走得下口吧 这个酸甜就是说的这种荔枝口 对吧 酸甜也不适中 也不是说荔枝 颜色正好 外缩力了 首先 一个字 烫 这种热烫吃到嘴里面 你会觉得 一口咬下去 表皮微微的酥 而不是那种痕痕性 一口咬下去 里面还有汁水和弹性 而带在你嘴边的 一定是微微的酸和微微的甜 但是真的像我所说的 有那种浓郁的果香 就是那种荔枝的香气 太好吃了 这个虾球啊 这个味道是确实不错 是个创新的创菜 这个工毛虾球 这个从色字方面很饱满 味道这个很如何 看着麻很不麻 看着辣也不辣 正适合新店人的口味 色字红润 这个吃心饱满 是一个非常好的创菜 我们要是做创菜来 没有我们蓝大师做的地道 不不不 但是我要向蓝大师做的学习 做回学乎 在我们酒店 挣扎一刀 就供毛下车 蓝大师您看着 下次您去安徽 感谢 大家都喜欢它 在全国国里都买它 做我一个传人传处 我应该感到很开心很幸福的 对 蓝大师呢 非常大的那种胸襟 现在的厨师 更多的是交流融会 对 互相提高 这样的话互相借鉴 咱们中餐呢 才能够越走越过 是的 鲜二科学知识竞赛 现开赛 关注太太乐公众号 了解详情 收获鲜美生活 公保虾球 将虾仁背部开双刀后 加入料酒 盐 葱片 姜片 盐制八分钟 用白胡椒粉 盐 白砂糖 醋 酱油 料酒 香油 水淀粉 调制公保汁 将锅粉后的虾仁下油锅 炸至表面金黄 捞出备用 另起锅加油 放入花椒 辣椒 葱 姜 蒜 公保汁 带汤汁粘稠 快速放入炸好的虾球 迅速翻炒 加入明油 即可出锅 红烧花椒 这个鱼改多 每一个230公斤 改不了 切完了之后 真的像一个扇面一样 红烧花椒 在锅里一步成情的 对 就是最关键 我们下一步给走进安徽 好 由我们的灰菜大师 也给我们亮亮绝招 来做几道倍儿棒的安徽菜 好 期末以待吧 好 您来一道什么菜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精锦的灰菜 红烧花椒 红烧花椒 安徽传统名菜 因其工艺讲究 需经几次翻颠而鱼味不断 超高难度成为很多灰菜大厨的烤其菜 黄大师在传统烹饪基础上不断改良 加入迷枝辣椒 使其色泽更红亮 口味更鲜嫩 黄大师初要给我们做一个红烧花椒 但是这菜明儿一说出来 我估计好多人都不知道 花椒是什么 滑水就是水里边能滑的就是滑水 就假 对对对 就是运动 鱼白尾的地方 鱼白尾的地方 你看大哥表现得非常好 黄大师您给我们点点滑水事 这个滑水就是鱼鬼的后边碰碰那个地方 最后那个地方 它吃一刀 后面叫鱼的滑水 因为鱼的鱼 后面尾巴做滑水的鱼 就经常游泳 它游得比较快 它就靠那个尾巴 它每天就游游游游 它这个鱼的很嫩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条鲫鱼 鲸鱼 那如果北方没有鲸鱼 还有什么能代替 这个问题 有有什么鱼都可以代替 但是鲸鱼比较最好一点 如果是鱼头 是胖鱼头 胖鱼头 胖鱼 鱼头 鲸鱼尾巴 赛燕窝 很贵的 胖鱼头 连鱼脱 鲸鱼尾巴 赛燕窝 对 都记住 记住 一会儿来下课的时候都复一点 谁复出来明天买条鱼 对 这个鱼是紧掉 你要紧掉 然后尾巴把它改刀 剪一下 有个形状出来 这样来回来就来改刀 好 这个鱼改刀 每一个脸上的工具 改不了 这不会改 所以咱得记住了 这改刀它怎么改的 改刀的时候 不能把皮改断 这一刀下来 从这个鱼背切下来 切了一刀 这鱼真的 要皮留着 有个滑水要切在扇子行 这个刀工是最关键的一步 现在就是这个肉 大概一厘米左右 但是呢 它等于是第一刀一个Z字形 切到鱼皮一厘米停了 反过来要切反面看 对 这个鱼啊 一侧下刀 切到鱼身大概一公分左右停 再翻一面 再切到鱼身一公分左右停 对 一次呢 来翻了大概四个面 这样呢就把这个鱼变成了一个 一断的是 这次这次这次行的 这么一个刀工的方法 所以让那个鱼 变成了一个扇子面 对 你给学姐来让大家看看 它还是一个鱼 你看 恢复了 但是你打开 一扇子面 很神奇吧 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个滑水啊 切完了之后 真的像一个扇面一样 对 不知道您在家学会没有啊 但是呢 咱可以试着练一练 千万别切手 好 现在操作好不好 现在开始操作 好 您这说了半天操作 就光切了 就连个锅都不给我 大锅 您还有大锅 大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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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哪儿 又来哪儿呀 这黄师傅做这个安徽菜啊 您看给人带这么个锅 比我个头大好几位 现在开始挑红烧花鼠的汁 您这个条汁就是在锅里一步成行的 对 边加香料边出了一个汁 这个汁是不是就叫红烧汁 对就红烧汁 这个油大概说四成熟 这时候放什么 葱 姜 蒜 颜色出香味 放辣椒酱 这是最关键 辣椒酱 您的辣椒酱 跟我们平时用辣椒酱一样吗 这是安徽特产吗 不一样 这是我自己家酿制的 自己家酿制的 那您得说说 我们这辣椒酱 您是怎么做的 我这个辣椒酱 是每年九月份的时候 在我们当地 采购了个红纸椒 上面滴的辣椒 然后把它洗干净 洗干干净 晾晒 颜色完之后 用这个破碎汁 把它破碎 打碎 打碎之后 再用细的破碎汁 打成糊状 两次打碎 第一次打粗碎 第二次打细碎 打成糊状之后 放盐 生姜 蒜子 生姜 蒜子 还放入白酒 还用白酒 用白酒吃的香味 把它放在大干里 搓成一粘 白酒它增香 也是加速它的一个 发酵的粗度 那那个现在我就是要做 但是我家里没有 做这个怎么办 市面买点辣椒酱也可以是吧 也可以也可以 验的验的 扎到掉以后 它的就是没有扎在里面 没有扎在里面 烧不得好看 做菜还要再细一些 担就 捞进 好嘞 捞进以后 现在最关键的一步 我这个滑水 为什么不要油煎 不要油煎 为什么我们也不知道 就等您解答的问题 这就是安徽的灰菜 这个傲妙之处 因为这个红烧滑水 如果煎出来以后 鱼皮不好看也不好吃 容易把鱼皮煎破 对 不是煎破 就煎出来以后 它的颜色就没这么好看 要保持这个鱼皮 它不煎的话 出来之后 它还有它鱼皮很弱 另外这灰菜有成一句 这叫 火水煮活鱼 火水煮活鱼 会煮活鱼 这是要放盐 来一点点 料酒 料酒放了不少 这个上手 白糖来 十克就够了 十克 大概一勺左右 胡椒粉少来一点 因为胡椒粉是腥的 其实它是去腥味的 再来一点 这个醋 也是提轩 去腥 真香 这时候是关键一个 你那是什么 猪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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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出来这个很味 很滑 再来一点酱油 好 红烧酱油 我们的太太肉原味间 特级红烧酱油 这个酱油 它是我们很熟悉的原材料 发酵的 所以它的鲜味非常浓 是吧 同时它颜色偏红 并不会发黑 来一点点 来一点点 这个鱼啊 大火烧滚 烧滚把盖子盖好 给它小火 煮二十分钟 煮二十分钟 清滚对付万果鱼 叫鱼烧清滚 吃到心里 再安稳 鱼烧清滚 吃到心里 再安稳了 对 反正还有下面的口诀 就是激活的豆腐 慢火的鱼 激活豆腐 慢火的鱼 鱼要给它时间给够 它才会嫩 才会入味 那个唱歌有二十分钟了 有了快了 现在里面的响声越来越大了 对 能开播感 这汁瘦得真不错 现在汤汁已经很浓稠了 那个鸡精 太太乐鸡精 现在正有鸡肉的鸡精 味道非常的鲜纯 平时炒菜啊 炒凉菜的汁都可以 撒一点这个香菜末 撒一点香橙末 比的油 起锅比的油 让铅子更亮 对 那是说的鲜呢 好嘞 漂亮 好 好 非常好 红烧滑水出锅 好香 在我这闻的是特别的香 尤其您最后撒的那点香范 跟那香酥 被这个鱼肉的这个热度 给它蒸腾出的香味 在我这闻的真的就像那种 在家里烧着一满满一大锅鱼的那种感觉 对呀 而且这个四处造型很好看啊 对 就像一个扇头面 隔着 对 一定要吃带着鱼皮的这一块 它里边啊 哇 就像这种透明的穷纸一样 吃进去的时候 一定要大口地吸吻 上面的汁水 来了啊 太美味了 入口即化 真的是入口即化 这个鱼味真的好好吃 所以吃这个 一定要一大口 它带着这些汁水的味道 是鱼的鲜味 还有辣椒的这种发酵的味道 混合在一起 尤其这辣椒的味道 里面有这个辣椒本身的清香 还带着一些 类似于时间给它保留下来的那种 这浓郁的味道 太香 真的很棒 从它的刀法上是非常讲究的 在一个用调料 因为它本身是 辣椒酱是自己制制的 所以调料的要求也是极高的 对火荷的掌握也特别高 既入味又很细腻很滑冷 红生滑水 剪青鱼尾 盖刀成扇面形状 姜 葱 蒜 辣椒酱 炝锅 加入清水煮沸 剪青鱼尾 放入锅中 加盐 料酒 白砂糖 白胡椒粉 红烧酱油 醋 猪油 大火烧开 盖上锅盖 转小火煮20分钟 带汤汁粘稠 夹鸡精 香菜末 香葱末 淋上明油即可 鲜味科学知识竞赛 现开赛 关注太太乐 公众号 了解香情 收获鲜美生活 您好多要一点 再打他一点 刚才怎么不给我 拉出来用点呢 您刚才那菜 速度太快了 您瞅碗欠的时候 忘了跟您说了 这么好的东西 都不给我 拉出来用点 那咱图拍一样 我们的饭团说 吃过安徽板面 但说完这板面之后 大哥也不 我都没做过板面 你吃的是安徽板面 我会把孩子 我会把孩子